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朱鋒在台湾逗留了两个月时间 同潜伏在国民党国防部高层的 中共情报人员吴时忠将一起 向大陆传递了数量巨大的 台湾防卫情报 朱鋒在完成任务即将返回大陆时 突然遭到叛徒出卖 吴时忠将不顾个人安危 为朱鋒开具特别通行证 帮助朱鋒从台湾成功撤离 飞往舟山定海 飞机能顺利降落吗 特务会不会严阵以待呢 朱鋒到底能否回到 他魂牵梦罩的故土呢 1950年2月4日 蒋介石控制之下的舟山岛 全面戒业 肃杀的气氛 让坐在飞机上的中共地下党员朱鋒 喘不过气了 飞机越飞越低 朱鋒看到了军用机场上 那些严阵以待的士兵 和戒备森严的关卡 他告诉自己 一定要保持镇定 不能在接受检查的时候 出现任何的差错 乘坐军用飞机 飞往舟山定海的红色情报员朱鋒 虽然已经撤离台北 但仍然处于危险之中 舟山定海虽然远离台湾岛 但当时还在蒋介石的控制之下 蒋介石将舟山群岛 视为反攻大陆的跳板 不断加强对舟山群岛的控制和防御 蒋介石他就唯恐 整个舟山群岛 在他手里丢掉 所以他部署了五个军 十六个尸 加起了有十二万 为了控制船只 他知道共产党那边船少 把所有的渔船都控制去 根本没办法再过去 就在朱鋒 坐军用飞机飞往定海之后 便捷的叛徒蔡孝前 在保密局特务的授意下 打电话到朱锋的杨宇家 暗中调查 朱锋到底在哪里 询问之下 特务已经知道了朱锋的真实身份 也知道了他乘坐军用飞机 飞往舟山定海的行踪 朱锋秘动飞机 距离朱锋的家乡到底有多远啊 朱锋秦架 这里是 珠峰的家乡宁波镇海 舟山定海 与宁波镇海 只有一海之隔 实现距离 不到六十公里 对于舟山 珠峰并不陌生 他的父亲 曾经是舟山渔业工会的会长 他以渔商工会会长之女的身份 乘坐轮船回到宁波镇海 原本并非男士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 只需要大半天的时间 珠峰就能回到老家 然而 此刻 亲人近在咫尺 却远在天涯 归乡心切的珠峰 来到舟山群岛东部地区 沈家门 在父亲的老朋友 存记医院院长 顾孙谋先生家里住了下来 1950年2月的舟山群岛戒备森严 人民解放军与国民党军队即将开战 交通航运已经被国民党全部切断 在顾院长家里住了两个星期 眼见农历春节即将到来 珠峰还是没能等来一条回乡的大船 我外婆心里还是很着急 毕竟离家夺日 在执行任务当中又遇到这个突发事变 心情是很焦急 为了追捕珠峰 蒋介石加紧工作部署 保密局局长毛仁凤 直接把电话 打到了保密局浙江站站长 沈志越的办公室 让他必须尽快抓到人 沈志越保密局浙江站少将站长 对中共有着非常深入的了解 他曾受军统高层指派 打入延安并进入抗大学习 沈志越在国民党特务系统地位很高 他非常清楚珠峰 在中共情报网中的重要位置 亲戚如发的沈志越 采用地毯式拉网的方法 挨家挨户 过滤周山岛上的四五十万军力 军警和特务 将怀疑的目光 投向了存记医院 他们暗中 跟踪这位来路不明的陌生女子 秘密核对手中掌握的资料 何以断定 他就是网密局极力追捕的药犯 在慈旧迎新的鞭炮声中 珠峰怎么也没能等到送他回家的那艘大船 1950年2月18日 农历正月初二 海风咆哮 寒风袭来 顾家大门被保密局的特务们 砸开 朱峰对即将到来的一切心知肚明 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情报员 最终上演的这一幕 他已经无数次料想过 特务进来两个人 进来就说你是谁是谁吗 请跟我们走一趟 朱峰列市场就穿上一趟 因为那时刻是个新年前后 很冷 披上自己大衣 被他自己抱 没有跟国家说更多的话 就跟两个地人去找 就在朱峰被捕的同时 与他一起从事地下情报工作的 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吴时 也一步步受到死亡的威胁 根据叛徒蔡孝前提供的线索 保密局特务们很快发现了 吴时为朱峰和蔡孝前亲属 开具的特别通行证 1950年3月1日 国民党宪兵和保密局特务 包围了吴时将军的官邸 毛仁凤手下的特务 但是生命正处于危机之中 朱峰是在1950年2月26日夜间 吞金自尽的 在定海看守所关押的几天里 朱峰一直寻找机会 准备以死相聘 在大衣的衣角里 藏着一只金手镯 他用尽全身力气 用牙咬 用手掰 手镯被分成四段 吞咽的过程是艰难的 刀割喉管的剧痛 和翻江倒海的罪障感 相继向他袭来 决心溢死的朱峰 以超凡的毅力挣扎忍耐 漠不作甚 第二天清晨 看守人员打开牢房大门的时候 高烧不退的朱峰 已经蜷缩成了一团 面色发青 陷入昏迷 被捕以后 他知道这个事情 能够从周三岛上把它找到 把他抓 带不起来 他认为根据他的判断 肯定是发生重大事变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是不可能再去继续完成任务 所以只能一死相平 台北方面急着要人 一架飞机 将生死被捕的重犯朱峰 从定海押送台北 毛仁峰的特务们 自然知道留活口的价值 被朱峰拍摄的X光片 能够清楚地看到 金器仍然留在胃部 竟毕业的灌肠洗胃 金器已经排出 朱峰也被送往台北 沿平南路关押政治犯的看守所 当年同朱峰一起 被关押在这所监狱的人 对朱峰仍然保持着深刻的记忆 看他四十几岁 怎么样 看起来好像还很年轻 又很漂亮 听他的歌声 我觉得 会觉得好像很凄惨 太阳出来又落山啊 千余永远是黑暗 高兴真是您就真是 我觉到不知老天 我虽然胜爱希望自由 中共情报部门的关键人物 相继在台湾被捕 当时闹得沸沸扬扬的间谍案 就此画上句号 1950年6月10日 戒备森严的台北监狱 笼罩着一片恐怖气氛 朱峰身着母亲送给他的 绿色碎花旗袍 仔细地梳理着自己的头发 他知道 这是他此生最后一次梳头了 1950年6月10日16时 朱峰 吴时 以及给朱峰开具 特别通行证的聂西 陈宝仓 一起被押送 国民党国防部军事法庭 朱峰紧握双手 镇定从容 吴时钟将 吴时的副官陈宝仓 聂西少校 毫无畏惧 阴气勃勃 正气凛然 这张照片 不是电视剧 不是摆拍 是完全真实的反映 在这个周围都是 国民党士兵 这种压抑的气氛之下 那么我们烈士们 所表现出来的 这种英勇无畏的精神 特别是朱峰历史 这种淡定的精神 给人一种心灵的震撼 这个特别反映出 在国民党的法庭上 我们共产党人 怎么来面对这个法庭 怎么来面对死亡 这张照片 我们看了也非常感动 军事法庭的审判 异常简单 审判长只仓促地 询问了四个人的姓名 籍贯和年龄 就宣判了死刑 这是蒋介石 早已受益的结果 特别军事法庭 草草收场 整个过程只有十分钟 十分钟后 两辆行车开动 鹤枪实弹的宪兵 将四位勇士送往刑场 1950年6月10日 16时30分 阴霾的天空中 下起了六月的雨 空旷荒凉 空气肃木的 马场丁刑场上 珠峰昂首挺立 雨水打湿了他的长发 但他眼神中坚毅的神情 却没有一丝慌乱 珠峰被捆绑了 但是是大意里面 看旁边那个 去压他的那些 国民党的那些士兵 连国民党的报纸都说 这些士兵面有愧色 他在送到马场丁去 枪决的时候 他还有呼口号 曾经有很多学者说过 在白色恐怖的时候 被处决的 如果他真的是共产党 他一定会呼口号 而且很从容 他是很坚毅的 他是誓死如归的 朱峰历史当时 从球车上 雅夫行场的时候 是自己跳下车 跳下来 自己走到这个行刑的位置 非常应用 这个也就是在他 牺牲前几分钟的照片 也就是说 他留在人世间的 最后一档照片 随着枪声响起 追寻内心信仰的脚步 朱峰在台北从容就义 牺牲时 他的年龄还未满45岁 给这个世界留下一个 值得追念的传奇 1950年7月 已经成为解放军军医的 女儿朱小峰 得知了母亲牺牲的恶号 悲痛不已 两岸分支 音讯难通 想要寻找烈士的遗物和遗骨 成为无法完成的信愿 朱小峰一直把对母亲的怀念 珍藏在心底最深处 50年过去了 2000年12月 几幅历史照片 无意间进入了朱小峰的视线 2000年山东话报出版社出版的 《老照片》第16期杂志上 署名秦峰的文章 《战争后的战争》 在叙述无实案经过时 配发了朱峰临行前受审的 几张历史照片 国民党国防部 特别军事法庭的法庭上 恐惧逼人 朱峰身穿绿色旗袍 外套深蓝色毛线上衣出体 镇定从容 他一看这个 在法庭上的这张照片 穿着那个旗袍 穿着那个毛线外套 跟他在上海穿的是一样的 所以一眼认出来 就是当时在家里 穿着这个衣服 他感觉到非常亲切 而且认准了 这个就是我母亲 这个就坚定了 我们要寻找的信息 虽然认出了母亲 但是朱峰的遗孩 究竟在哪里呢 为了让烈士回家 朱晓峰和家人 想尽办法 寻找发布 母亲照片的作者 那么我们这时候 就想要联络 作者怎么办呢 我们就跟老照片 找着商量 就以朱晓峰的名义 写一封写篇稿子 叫《又见母亲》 就登在后来的一期 《老照片》杂志上 这样希望作者 能看见 《又见母亲》文章 那么果然就作者 看见这个 那么后来就跟 秦峰先生联系上了 朱晓峰女士告诉秦峰 母亲在台湾潜伏 和生活的一些细节 包括为她收尸的人 是住在台北的 姐夫王璞和姐姐阿菊 生活在台湾的阿菊 是朱峰的养女 阿菊与朱晓峰 是同父异母的关系 1949年11月25日 朱峰身负重任 奔赴台湾 是以去台湾 看望女儿阿菊 和强保中的小外孙为由 向台湾当局申请 并获得批准的 朱峰抵台后 就住在阿菊家里 从事秘密情报工作 阿菊和王璞当年都为保密局工作 寻找这样身份特殊的人 几乎成为不可能 秦峰回到台湾 用了三年的时间 通过民政局的朋友 终于找到阿菊的下落 满心欢喜的秦峰 向阿菊询问朱峰遗孩的 安葬地点 没想到 阿菊提供的信息 令秦峰瞠目结舌 他经过那个事情 没有被枪毙 我有点意外 那之前我又找了 国防部的材料 国防部是说 他把朱成志的遗物 跟骨骸都领回去 国防部的公文上是怎么写 他申请去领 他是还是说当年的惊吓 他自己说他到了最后 他还是 他还是没有去领 一幻五年过去 2009年 事情终于出现了转机 11月 朱晓峰的朋友 上海的潘真先生 发现了一份 政治受难者墓区 整建工程 纳谷塔 古罐迁移名册 名册上有一个 五主骨灰罐 署名为朱湛文 朱峰烈士的事迹 潘先生是很了解的 朱峰在台北 进行情报工作 用的一直是 朱晨之这个名字 他认为 湛文有可能是 晨之二字之物 这一次 台湾大学历史系 朱红元教授 热心人士 雷元荣先生 提供了帮助 数次上山 几经辗转 他们最终来到了一座 人际罕至的 小型纳谷塔 可以了 你开以前看 哇 地上的白色蟑螂扁了 比一般的蟑螂大 那个门也很小 开了之后 每一格里面呢 大概有五四个 不过都摆乱了 它是一个一个班 一个一个班 是不是可以被显显理了 让我 让我再 快点找到 让我讲了这句话了以后 我再重新找 真的奇迹就出现 盖子一打开 一打开的时候 就是骨骸没有多少个 大概只有一少许的骨骸 然后盖子上面就写得清清楚楚 就是郑凯鞋的那个 那个租成之本身的名字 我们在寻找过程当中呢 就把他的这个法律链 链接完整 朱鞋烈是被枪杀以后 是无人收拾的 是军法处收的事 军法处收拾就拉到了 医学科学院进行教学解剖 解剖完了以后 教学医科学院觉得不好 不好交代 就送到台北 冰档网局火化 火化以后 就让冰档网局 冰档网局处以无主骨骸 米存在冰档网局 1950年1月14日 朱峰从台湾寄出的 最后一封信中写道 凤将于月内返礼一行 那时谁也没有想到 这条回家的路 他竟然走了60年 2010年12月9日 中午12点40分 红色特派员朱峰的骨灰 历经60年的分离 终于回到大陆 在北京首都机场的贵宾市里 台湾生命集团董事长 刘天才先生 胸前抱着一个 白色筒状骨灰罐的专用袋 出现在大家面前 一时间 整个房间的空气都凝固了 朱峰的外孙女徐云初 双手接过亲人的骨灰 六十年 红色特派员朱峰 终于回家了 2013年10月 无名英雄纪念广场 在北京西山国家公园落城 向阳的山岗上 矗立着朱峰 吴石 陈宝仓 涅兮 烈石的雕像 在他们身后 群山肃立 松柏 长青 静讨拍孤岛 碧波印天响 虎穴藏中魂 曙光迎来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